最新交集来关心 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行程结束 目前专机已经抵达美国旧金山 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还有驻美代表萧美琴登机来迎接 而罗森伯格也按照惯例全程陪同赖清德 在旧金山的行程 赖清德也在脸书上感谢罗森伯格的亲自迎接 他乡遇故之格外温暖 也会趁反台前的短暂时间与相亲朋友见面 而罗森伯格在赖清德抵达纽约的时候 是因为参加妹妹的婚礼无法亲自接机 而这回在旧金山过境总算跟赖清德碰到面 赖清德也将出席桥宴短暂停留6小时后 才会返回台湾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画面